南非入境 那最後我們現在從最後的再做疫調 他是應該修正為史瓦蒂尼入境 那今天的經濟序也出來 那確定是Omicron的一個變異株 讓全球文之色變的新冠肺炎變異株 Omicron確定入侵我國 指揮官陳時中說明 是10號公布的境外移入隔案 案16829 12月8號從史瓦蒂尼入境 9號確診陽性CT值28 立刻轉往負壓隔離病房 旅客市任於12月9號 由居家檢疫改為居家隔離 那目前採檢案也是還是陰性 不過不只一例 11號下午確認基因地序完成 再新增兩例境外移入Omicron各案 分別來自英國和美國 12月7號入境的採檢 隔天檢驗陽性CT值21.6 另外一位案16818是 美國境外移入的一個美國籍的民眾 來台探親 12月8號之後入境採檢 隔天檢驗陽性CT值26 分別12名及10名的同級旅客採檢陰性 居家隔離中 一共3例Omicron在邊境攔截 目前我國將南非波扎納 納米比亞 麥索托 史瓦蒂尼 星巴威列為重點高風險國家 1號增列巴拉威 莫山 比克 埃及 奈吉利亞一共10國 入境則必須入住集中檢疫所14天 英國研究也指出量計疫苗保護力 恐怕不足以防範感染Omicron變種病毒 如果施打A例或是BNT加強劑後 可以增加70%到75%的保護力 Omicron攻陷66國香港跟馬來西亞 也把史瓦蒂尼列為加強管制的國家 入境者為21天的隔離期 第26天必須強制檢測 Omicron肆虐指揮中心的表示 未來可能有的漏網之魚 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TVBS新聞的紅茶紅媒體台報導 中研院研究員的助理 他的完整基因地區也已經出來了 感染的就是與P3實驗室裡面的 病毒株Delta是相符合的 而這也證實了他就是在實驗室內染疫 目前我們不排除在P3實驗室內 有交互感染的可能 斷定非社區感染研究助理確定是Delta 等同也還被操作的老鼠清白 加上他11月被咬那天 在P3實驗室自己操作阿法鼠外 同時還有其他兩位同源分別操作原始和Delta株 西科目CDC申請分讓這個病毒株是 近外移入的病例 那這個病毒其實在5月份的時候 5月初的時候 我們初期已經有一些Delta病例的時候 就已經有收集到中研院申請分讓的時候 就已經分讓出去 那中研院也只有取得這一個病毒株 而且我們6到9月 本土的Delta個案的病毒株的序列均不同 釐清不是鼠咬導致感染 那麼感染源就得換個方向 目前包含確診者共3人都在隔離中 疫調得分頭問還要時間 陳時中認為燃疫環節可能在這 也不排除說可能有在緩衝區域在拖穿的時候 有一些相關的這些發生一些問題 感染源還得抽絲剝繭 但整體看沒繼續外擴 因為匡列的第一圈含105人需隔離 及34位自主健康管理者 目前採檢都陰性 325位非同樓層員工周一上班時也還會再採 至於同棟基因體研究大樓 過去還有實驗室維修的濾網包商 認為自己有感染疑慮 怎麼會沒被狂烈 我包的這些濾網是辦公室的 而不是實驗室的 雖然沒有就直接的風險 但是自我健康的監測可能也是有必要的 沒被狂到大家都覺得奇怪 就怕自己被漏掉拖累大家 TVB新闻綜合報導 現在已經完全排除女研究助理室在社區遭到感染 反觀認為是在實驗室的交叉感染機率最高 尤其門板還有桌面 現在都已經驗到有病毒的存在 過去P3實驗室也有處理過艾滋病結合病等高傳染性病毒 通常都會兩人一組操作 如今實驗室環境內確實遭到污染 專家研判有可能是感染後再觸摸遺留的 得要查清楚哪個環節可能有疏漏 我們都會有兩位就是操作人一起進去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人操作另外一個人在旁邊就是 看然後順便就是有必要的時候就是提供協助 可能比較有的就是其實脫實驗室的這個狀況 其實是比較危險 中研院首都證實女研究助理第一次遭實驗署咬到 就有向上回報 但基因體實驗室的長官卻沒有再繼續網上通報 不排除將一傳染病防治法 以及院內實驗室操作規範和倫理公約懲處 假如說有通報的話 第一時間我們會隔離這個病人 然後隔離這個當事者 然後所有P3的操作人員也會暫時隔離 通報第一關就斷掉 警覺性不夠恐怕SOP該檢討甚至還傳出職場霸凌 反應實驗室長官對他工作不滿 然後有用言語的方式讓他感到不舒服的地方 對工作不滿意 那基因體中心也有在12月7號依規定 召開了協調會議 會議的過程和平 然後他也不會再向院方的獨立委員會申訴 中研院作為國家級實驗單位 卻爆出感染事件 有沒有舒適得要查個水落石出 對本新聞連製舊宣特別報導 工地現場如火如荼 施工只見一輛吊車把鋼梁吊起一洞 但似乎有點不太穩固 鋼梁在空中搖搖晃晃看了讓人覺得好驚險 但更令人觸目驚心的畫面還在後頭 疑似脫鉤讓重達樹頓重的鋼梁直接硬生生掉下 當時還有人正在地下樓層工作 突然轟得一聲巨響但根本已經來不及逃 有兩名工作人員當場被砸中 釀一死一傷 鋼梁一死一傷 將患者脫困後緊急救護處置 救護車十萬火急到場現場的人忙著指揮 因為他們的同事奄奄一息 57歲李姓男工人意識清楚左小腿開放性骨折 45歲黃姓女工人則是頭部外傷 但沒了呼吸心跳 送醫想救還是回天法術 但其中一位員工送醫後因傷重不治死亡 後續將報請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調查中 根據了解目前工地的吊掛作業停工 得提出復工申請改善計畫 後續調查將朝當時疑似沒有按照規定 進行兩點吊掛而是單點吊掛 且作業時底下沒有清空 會再以治安法進行處分 另外工地操作人員有無相關過 施責已請地檢署偵辦 大半夜的這名戴著蒙面頭套的男子 背著背包在女校內逗處逛 先進場看教室門能不能開在室室旁邊的窗戶 果然被他發現這邊沒鎖 開窗爬進去 在教室內大肆搜刮 警方尋線追查 終於逮到他 其實這座學校已經不是第一次遭窃 去年也曾有小偷闖入 警方調查是同一人連續兩年犯案 受害的是台北市這座貴族學校 不只學生放在抽屉內的零用錢被偷走 連熱音社四萬元的社費也不見 正面盡心貫切只要發現教室門窗沒鎖好就爬進去 從三樓逐層往下拖到一樓 共五間教室被闖入 竊取抽屉的錢五倍券 甚至還偷吃學生的餅乾飲料 在校園內搜刮超過四個小時 我們其實都有宣導說學生第一個呢 我們希望他不要帶太多錢到學校來 那如果有真的有帶錢需要用到的 那我們清場會請學生交給導師保管 這回五間教室共有86名學生受害 得手約13萬元 但其實他是去年9月就來投過一次 闖入教室和教職員辦公室 102名師生受害偷走超過24萬 當時校方就把圍離架高加裝蛇複刺網 警報器和電子圍離防範 但小偷竟然爬上高達10公尺的圍牆 泛入校園 家住土城的精心竊賊 和學校並沒有地緣關係 公共稱會跳上這間學校 只是因為從地圖上看比較遠 至於學校還會再加強校園保全系統 畢竟被偷錢是一回事 更重要的是得保護學生安全 TVBS訊號上面關於Table 不屑崗園管被剪斷 陽台鐵窗出現一個洞 長寬各40公分 一般人要穿過都很難 但小偷就是從這鑽進住家行竊 屋主回家一開門被這鏡像嚇壞 抽屜物品卻被翻出來 之前東西不見只剩下紙盒 嫌犯翻箱倒櫃 就連零錢也不放過 房間所有的櫃籍他都翻開 所以有一些禁刺的東西 對 就是都放在房間裡面 小朋友的零錢筒裡面也都大概三四千塊錢 全部倒空 新北市新莊這棟公寓9號傳出竊案 翻案時間還是在大白天 先犯趁屋主外出時持破壞工具 剪斷鐵窗 偷走現金 無備券 金氏 筆電和手錶 被騙人損失8萬元 你會覺得家應該是很安全的地方 然後裝了鐵窗其實也是為了防盜嘛 對 那就是被侵入 覺得其實那個感受其實真的不是很好 補鏽鋼的圓館其實好像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 那麼堅固 由於現場是聯動師公寓 嫌犯一次從隔壁頂樓跨越到屋主家 警方到場採證 從房間客廳到走廊全檢查一遍 但都沒發現指紋 小偷戴手套翻案以為能不留痕跡 但逃跑時踩在沙發上留下一個清晰腳印 成了關鍵證據 警方擴大電影周邊監視器追人 就怕年關將近 小偷出籠 TV的新聞王先生 檢預錡 新聞新聞報導 這次被破壞的窗戶就是像這樣子的圓管白鐵 它是最傳統的 厚度只有0.1公分 一減就短 有些舊房子的一樓因為沒有翻新 所以使用傳統的圓管鐵窗 像這扇窗就裝在廚房瓦斯爐旁 住戶難免擔心安全問題 我們以前的鐵窗都是這個樣子啊 對啊 就是防小偷 老舊的房子啊 那是以前就是老舊的房子沒有翻新過的 不過同樣是白鐵材質的鐵窗做成方管 有鋁窗專家就分析 方管比起圓管相對堅固 如果油壓減要破壞有難度 為了轉角的部分立方體的轉角是最堅硬的 對 那方柱它有四個角 所以一般要破壞沒這麼容易 白鐵圓管無法做逃生窗 厚度小於0.1公分 既無法防盜碰上火井也不安全 但價格比方管少了一半 只要9000元 而傳統鐵窗可做逃生門 實心堅固但容易生鏽 要刷油漆保養 價格不到1萬 另外現在最常見的鋁窗 花格鋁比起穿梭管很容易斷裂 雖然都能安裝逃生門 但穿梭管有多色烤漆比較美觀 因此價格最貴要16000元 雖然現在有大樓住戶不想破壞美觀 選擇不裝鐵窗 但如果想兼顧防盜跟火井逃生 鋁窗專家建議 鋁製穿梭管CP值最高 畢竟住家安全重要 該花的錢還是得花 TVBS新聞徐柯成紀元高雄報導 11月22號在警察局成會的桌上 真的有一份公文就是來自於 許淑華議員的辦公室 許曉欣再開砲點名的就是 民進黨議員許淑華 說他曾交代增加警力維護林秉書 母親喪禮安全 一直許淑華和林秉書有關係 他就馬上把我們台北市政府的聯絡員 叫到他的辦公室罵他說呢 你們不准把這個公文給我流出去 市府的高層明明就知道有 所以他們看不下去 就打了一通電話給我 許曉欣更秀出通話紀錄和對話 強調所言不假 還要許淑華不服來告 許淑華則在臉書回嗆 不存在的事情怎麼能編小說編成這樣 且為無聊的草新聞鬧到法院是浪費資源 去提告他不如做更多服務選民的事情 許曉欣還直接在底下留言 反酸服務民眾是指林秉書嗎 那到底有無公文 市長柯文哲知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柯文哲顧左右而言他 膽化風一轉 林秉書這個為何現在會被收壓起來 我也非常清楚他們的策略 怕他在外面亂講話 林秉書的案子只要把他銀行帳戶的金流 查一遍就知道了 為什麼大家不敢去做 就是有問題嘛 只是林秉書仍在羈押境界同時 IG竟然出現自稱林秉書的神秘帳號 不僅PO了兩則現實動態 還追蹤不少政治圈和媒體圈名人 包括正副總統高嘉瑜 林又昌 鄭文燦等 連常常爆料林秉書事件的媒體人黃陽明也在其中 是惡作劇還是帶風向 詭異的內容讓人看了一頭霧水 TVB新聞 新聞程序中德榮禮品李怡婷台北採訪報導 都沒有任何使用這些資源來去操作網軍 那我個人也不是網軍 澄清自己絕非鍵盤手更不是網軍頭 民眾黨文創部主任柯玉安 遭報在PTT帶風向 還擁有五個帳號 其他所謂的這個分身帳號都跟我沒有關聯性 搜尋Smart Ankle 從2014年就發表不少柯文哲的文章 而這帳號主人就是柯玉安 Smart Ankle這個帳號 大概是最確實最初是我所創的 那我大概是在2017年的時候呢 就沒有再使用這個帳號了 沈青早沒再用這帳號 今年突然朋友拿去用 不過另四個帳號也被指跟柯玉安有關 不但攻擊政敵林常佐 吳佩毅等 也炮口對內 打自己人 像Keep Jolin ING的發文 就多次針對學姐黃靜穎 都只是謠言 事實上常常也都會有這樣子的評論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太在意 如果這麼在意的話真的每天都會活不下去 柯市長一再的說別人有網軍攻擊他 事實上柯文哲的團隊是不是他本身才是網軍投資 柯文哲說清楚幕僚有沒有在上班時間用行政資源在網路發動鍵盤站 不過 林秉書事件衍生網軍案外案 柯文哲蔡英咖凡被掀出網軍疑雲 再扯黨內互鬥 家醜 外揚 TVBS新聞程序 李平平台北報導 互相在召喚 責任在召喚 還記得這支廣告片段嗎 沒錯就是蔡英文2016年的競選影片 我們會投下四個不同意 知名導演羅景仁集合了這十年蔡英文選舉廣告 用感性配音號召台灣隊友出來拼公投 而同時公投說明最後一場也在進行 反萊豬正反表達這場他成了主角 我們萊牛萊豬的0.01ppm到底有沒有讀 我舉個例來講 這個是我們氣喘的常用的氣管框放劑 我噴一下 是等於10公斤的 萊克多巴的量 敏感性孩子的餐桌上 繼續加料萊豬 你覺得很OK嗎 這樣的說法 這樣的比喻 身為母親 我真的非常難以接受 萊姨反攻身為小兒科的林應然醫師也不甘示弱 這個藥呢 事實上是我專門的東西 結果被講成像毒藥一樣 我覺得我很慚規 我幾十年來用了這樣的藥在治療病人 我豈不是用毒藥在殺人嗎 請問林醫師 您沉默了12年 現在才來未來計講話 會不會也很雙重標準 確實反萊豬被判斷這次最可能過關 包含傳出府院也自憑 這案還要再衝刺 至於另外三案重啟核四 已不會過關 而公投綁大選真愛藻礁 則是拉鋸中 但不過關機率大 因此綠營評估 將在三勝一敗到兩勝兩敗間 如果公投綁大選被你說的一無四處 說他不能投票 提升投票率 說他議題會失焦 為什麼修憲綁大選 就沒有一樣的問題 我不要有太多的口水 因為實在是有很多制度的問題 要跟大家探討 反對公投綁大選 是為了雙贏 但不論如何 錄影內也傳出 公投會脫鉤蘇內閣 也就是政府官員們 勢必都還能繼續做好做慢 TVB的新聞 劉立成談一個台北報導 就差我這一道牛排料理 我這一整桌的 耶誕大餐就已經完成了 有業者他們就是看準了 耶誕跟跨年黨期 特別準備這樣子的烹排料理 讓你能夠外帶回家吃 省工省事外還要省錢 處處漲價時代外帶 趁檔期間能減些便宜 像火雞本身包含一些配菜 我們都特價3300 這個應該是餐廳 6000塊以上才吃得到的 那超吸金帶骨火腿 這帶回去怎麼吃 大部分的客人都是 小到大概1公分左右 因為吃起來快會比較好 切厚一些有口感 薄一點能搭吐司 師傅說不加熱也是OK 特殊醃漬後冷掉不會油膩 還有這12磅烤火雞 沒有一塊骨頭 所以我們切肉先把它散過 雞胸肉切下來表皮香脆 試試特色吃法吧 搭上16根主廚特調莓果醬汁 微風超市推著聖誕烤雞里蘭 外帶預訂優惠 從3600變3300 海富風情馬鈴薯 蘋果沙拉等 同樣年末的外帶大餐 一片片肉切下來不誇張 牛肉跟臉一樣大 它的這個肉厚薄度 都有精算過比例 豬肉也是邦尼線切滿滿一盒 知名五星壽喜燒三版本家 推雙人重磅壽喜燒套餐 從原價1960變1212起 精華針對耶誕派對 當然還有必備烤火雞 7公斤里蘭 搭經典南瓜湯4200 貨外皮酥脆的一公斤 微零燉牛排賣6800 相比內用價一個人便宜1000多 這個火雞里蘭 一直到現在已經有上百組的訂單 那威靈頓牛排的話 其實它也有七八十條這樣的銷量了 小姿想吃椰蛋餐 還有IKEA 12月派對價賣1880 除了火雞還有雞肉丸 餐廳漲價沒關係 下訂打包回家 加熱後美味一樣 TBS新聞 陽青波林日台北報導 大火翻炒辛香料 加進料酒高糖體味 放進羊肉 冬天來上一鍋香噴噴的羊肉乳 暖胃又暖身 不過掏客們聽到這消息 荷包可要小心了 今年羊肉價格漲 像是彰化多家羊肉乳 都上漲50塊到100元不等 有飼養羊汁的業者說 今年飼料因為航運問題 加上美國原物料價格不好 還有中國採購大短缺 所以飼養的成本 整體上漲了5成 目前批發羊肉一台金 從500元漲到750元 如果要買下枕頭羊 要價3萬多塊 就是盡量賣 去那邊去 去去去去去去 再賺錢 因為我貴也沒辦法 其實去年最有影響 有業者說已經漲過100塊 但今年維持價格 希望保持業績 但已經先停賣冷凍料理包 否則真的虧大錢 原物料全都漲 所以我們只好做了一些微調 就是幾乎沒什麼利潤 所以會做得有一點心酸這樣 而其他店家則是上漲50到100元 有老闆苦喊 所有食材物價全上漲 再不調價 沉不下去 雖然饕客人潮目前還是很多 但業者預估 天氣越冷 需求越多 羊肉少 價格可能還會漲一波 TPBA新聞陳志忠 廖反映彰化採訪報導 談談牛肉文化節登場 牛肉乾銅板價50元搶購 10點半才開始 9點多就打牌長龍 男女老少一個個頂著艷陽排隊 有人戴帽子 有人撐傘 還有人拿出扇子來三樑 隊伍綿延了300公尺左右 排隊等候一個多小時才排到 竟然有人不清楚 數不找零的規則 我早喔 我坐完沒兩天 我想坐完 他前排就有了 還有人站在太陽下排隊排了半天 上午100包的限額沒買到 忍不住抱怨 說是沒有搭設棚價 可把大家都熱壞了 下午一點 下午一點在牌 下午一點在牌牛肉乾 因為額住前面已經滿了 我都排隊有很多 百分十千 百分十千 拿兩張發票可以換取 一碗免費的牛肉湯喝 限量1000萬 儘管一樣大排長龍 但新鮮的牛肉拿熱湯一零 這台南最有名的牛肉湯一下度 民眾可開心了 到台南就是要喝牛肉湯 儘管已經過了中午用餐時間 牛肉湯名店仍然九成滿 隨著阿棠閒州漲價 不僅也讓遊客擔心 這牛肉湯是否也會跟著漲呢 這目前肉口難以後要走 明年如果原物料漲價 人力漲價的話 說不定就會跟著漲 醬頭在賣也都沒有起價 不可能 業者說目前牛肉肉品價格 上無波動 沒有漲價的打算 不過明年如果原物料 及人事成本提高的話 不排除漲價的可能 TVBS新聞 林世偉 劉志華 台南報導 被關在籠子裡的混種比特犬 一見到有人靠近 立刻大聲狂吹 模樣十分凶狠 女鄰居秀出傷口控訴 3號下午4點多 這狗狗突然間朝他衝了過來 咬傷他的右大腿 鄰居雙方似乎早有過節 狗主人說狗狗是在市場邊撿到的 已經養了一年多 平常都有綁著沒讓他亂跑 但被咬傷的女鄰居表示 已經三度被咬傷 狗主人總是放任狗狗到處亂跑 因此這一次堅持要對市主 提出過失傷害告訴 我被牠咬了三次 我的狗狗也被牠咬到 那個狗完都裂開 牠的狗從來不綁的 牠就是一隻在馬路上跑 然後一隻就坐在摩托車的踏板上 沒有啦 沒得出啦 我有搞多少不關 警方也特別呼籲民眾 飼養貓狗等寵物 為採取防護措施 導致寵物咬傷人時 將面臨刑法過失傷害罪之外 還有民法的損害賠償責任 自主千萬別掉以輕心 TVBS新聞 邦志成 屏東報導 來吧 進房子 來吧 進房子裡 進房子裡 牠咬牠 巨大的黑色漏斗雲 就在眼前旋轉成形 朝著自己的住家移動過來 很快龍捲風就來到眼前 外圍還有一路捲起的建築碎片 四處飛散 沒多久屋內屋外的物品 都被吹得東倒西歪 美國伊利諾州有民眾 在2013年拍下龍捲風來襲的驚險畫面 現在這種景象又再度上演 這是一個亞馬遜貨物館 50至100 亞馬遜工作人員 都被藏在這裡 當這個損壞掉了 伊利諾州南部有一間 亞馬遜物流倉庫的屋頂倒塌 當地官員表示 估計當時倉庫內 約有100名員工正在上夜班 目前已經派出數十輛消防車跟救護車 到現場協助救援 美國中部的龍捲風災情 還出現在阿肯色州 一間養老院因為龍捲風來襲倒塌 儘管大部分住客都平安獲救 還是造成至少兩人死亡 還有五人受到重傷 研究顯示夜間發生的龍捲風 比白天的龍捲風更加致命 這次風暴夜間席捲伊利諾 阿肯色和密蘇里等多州 引發多起龍捲風災情 當局估計可能有超過3000萬人 會受到威脅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從東坡肉到豬腳 跟台灣一樣熱來豬肉料理的日本沖繩 現在出現新花樣 聽聽這清脆的聲音 原來豬皮脆片正在沖繩掀起一場豬皮革命 這款豬皮脆片目前有香辣鹽味跟煙燻三種口味 號稱低卡路里高蛋白質 而且業者可信研發半年才大功告成 原來豬皮脆片不是一般淋嘴用炸的 而是一片片烤出來的 業者說烤豬皮的過程是企業機密 不能外洩 只是豬皮脆片吃起來的口感究竟如何 這是有最初香的香脆 食感也很香 這應該會變成炸的 無論是豬皮脆片 我真的想說豬皮革命是很厲害的 豬皮革命以外 全都可以吃 除了豬腳聲以外 通通可以吃 用烤的豬皮脆片 這是沖繩人的新靈魂美食 TV新聞綜合報導